来 花花 你这是什么打扮呀 我们就是 去探店还是拉链 奶奶 我都查过了 这山里面太阳毒 蚊虫舵 那小水见你一踩一脚 里面全都是马黄 您这一身呀 适合走武康路 我是管理服务专业的 去山沟沟 您得听我的 我对你的专业没有敬畏之心 奶奶给你搭签了 那接下来乖乖听我安排了 奶奶 你等一下 我打个车啊 不用了 我已经叫好车了 奶奶 这一趟由志明买单 也化解一下你们之间的嫌隙 什么挡办 那个 麻烦你开箱厚不行 那个麻烦你开箱厚不行 奶奶 等一下啊 有什么好难过的 天底下男人多得是啊 你怎么知道的 来 我帮你 不用了 你是金主大人 还是我来吧 我告诉你啊 我这次来可是要在男人面前好好表现 别影响我计较考核 这是男人都不缺你 那肯定啊 来 小心点啊 这里面有贵动东西 你我们听到什么东西碎了 是不是碎了 就让你小心点啊 奶奶来了 抽试器坏了 你带这玩意干什么 不想你管啊 奶奶有风势 站里很潮的 不好意思啊 大家都 没事吧 早安 奶奶没事吧 没事 姚志明 你选的这条路不行 我看导航还要另外一条路 虽然远一点 但是蛮平坦的 走那条路吧 都开了一年多了 你现在才说 这条路是最优质选了 开了一年多了 你觉得自己很幽默吗 你开神也没问我 你能不能开慢点 你这开得我都要吐了 小白 失恋就失恋 找我查干什么 我开得还不够慢吗 姚志明 我们就事论事 你 你提我失恋做什么 你明明就是车技不行嘛 我车技不好 你车技好 你来开 没问题啊 你把车靠旁边 我来开 你们这都小冤家 奶奶给你们去报 开放麦 去说投口秀好不好 不要 不要 我还不要呢 你还不要嘞 我卖成欢 我就算有一天我赌 组队去戳脱口秀 我也不可能叫上你的 我根本 根本看不上你这样的 赌 赌队 脱口秀 组队去脱口秀是吧 看不上我 看得上新家亮 你家人看不上你怎么办 你什么意思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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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我是吧 你在嘲笑我对吗 而且我们有什么事说什么事 你又提新家亮干什么 你脑子是有毛病吗 你怎么知道我脑子有问题啊 你 你再说一遍 新家亮 你再说一遍 新家亮 好了好了 别吵了 我们出来玩吵什么 好的 奶奶 那我跟陈欢道个歉吧 陈欢 刚才 不起 奶奶 你看到她吗 她给我的道歉的表情了吗 她不是真心地道歉的 什么啊 奶奶 你别听着乱说 我刚很真心地道歉 你别造谣我啊 我告诉你 我死都不会记成你的道歉的 没品 没品 妈妈 妈妈 奶奶 这有石头您小心点 好啊 怎么样 环境还行吧 挺好的 在这忽视深渐空气 回到上海就忽视不到了 奶奶 您爬山流了好多汗 喝点水补充一下体力 奶奶 多喝点 姚志明 给我喝水 冲汗倒不怕 是因为脚有点疼 我脚头了 奶奶 她给我扶你走吧 不用 徒步 徒步嘛 怎么能让人扶呢 你去帮她拿东西吧 慢点儿 奶奶 慢点儿 好 包包给我 能行吗 废话 麻烦你了 你天河嫌装那么多东西干吗 你这问得很有意思啊 你喝水都挑牌子 你还指望上山能买到吃的 嫌沉的话 把里面的东西吃掉 喝光就不沉了 你把天河家居下季度的供应商 明细发到邮箱里 天河家居下季度的供应明细 喂 小冬 你看看他 置身自然 还要操心房间 听得到吗 是啊 有点好笑 但也有点大病 卖小冠 我听到了 我是你上司 你这么说我 上司 你看过国产偶像剧吗 里面的好多霸道总裁 跟你现在一样 莫名其妙 喂 听不听得到 天河家居 下季度的供应商品 吸发到邮箱里 成功人士 成功人士吃晚饭了 奶奶还在等我们呢 奶奶 奶奶还在等我 小白 小白 姚志明 你怎么了 姚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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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那个麻烦 麻烦你过来一下 怎么了 怎么了 我怕我晕倒了 麻烦帮我 帮我 还有120 喂 姚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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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看这天快黑了 晚上山路上没灯 救护车的人路由不熟 怕是会耽误时间啊 你们这儿有没有什么急救包 或者董 董这些的医务人员 没有 不过我们对这附近的山路挺熟的 要不咱们直接送他去医院 好 好 那麻烦了 您 您稍等吧 我去救人 姚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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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吓我呀 姚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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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坚持住啊 坚持住 姚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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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坚持住 建设快 宿的 云 你们要和宿 те 谢谢 谢谢 贺东 新供应商的资料我已经批准好了 你直接跳过销售 联系他们的叶总 让他亲自去对接 明天集团上的会照常进行 下午的会也帮我安排上 很多资料我现在马上会 来 姚总 地球离开你不会爆炸 但你不喝水的话 你的肾会告诉你它不行了 放下手机 好好关心下自己的身体吧 没那么夸张 今天在国外爬山 高原粉一烧到四十度 一样完成了工作 没那么脆弱 工作永远是做不完的 带你的肾只有两颗 如果你不遵循医嘱的话 不好好休息 那后果会非常严重的 威胁我 我威胁你 我威胁你什么呀 你是死是活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不过 你该不会想让全公司的人 都知道 我们姚总 排出了一颗一颗拉的肾结石吧 奶奶吗 奶奶吗 奶奶昨天晚上来看你了 看你没什么事 我就让她回去休息了 我这次总算发现 独居得不好了 你说你一个人 如果遇到什么情况 都没有人发现 那可实在是太惨了 怎么会没有人发现呢 你怎么办 嘿 斯瑞 我肚子疼 需要人帮忙 好的 主任 我在附近搜到了医院 见你二十名 斯瑞 你能送她过去吗 对不起 请重复一遍 邀志明 如果昨天没有酒店的员工帮忙 我一个人是真抬不动你的 急救医院都没有 指望这些笨办法 能挽回什么 客户大发自卑吗 是 酒店呢 是存在很多问题 但那天前厅经理 不都已经说了吗 他们会及时整顿的 酒店的员工 大部分都是附近的村民 他们能有这样的工作机会 很不容易的 再给他们多一些时间吧 我相信 只要他们对工作是积极的 一定会越来越好 还有昨天 你晕到以后 救护车对山上的路并不熟悉 是酒店的员工们 集体把你送到这儿的 如果没有他们 你现在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呢 好吗 我现在要不要 我现在要不要 你不想着急 我会不会 我会要 你不想着急